台湾跨年的时候最炫的代表节日就是这个台北101的跨年烟火秀 如果传出可能要停放了 因为台北101透露说每年的跨年烟火还有特殊节庆举办的点灯仪式 需要四个楼层 但现在有两个楼层已经租出去了 考虑一下租户的权益 所以7月开始要首先拿掉两个楼层的点灯使用 它让最近呢赞助的客户减小了 在连锁效应的影响之下 可能会让台北101大楼的跨年烟火秀就因此画下句点